传统格言称之为中年女人威力无穷 可见她们对爱情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尤其是在独自生活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年女人就是容易征服的恋爱脑 毕竟她们早年间经历的感情挫折已经使她们变得坚强无比 要想引起中年女人的清新 你需要掌握一些施爱技巧 首先在她袖肩在她需要肩膀依靠时 展现你的男友力会给予她深刻印象 世上没有真正独立于男性存在的女性 有时只是因为受过伤害后 才产生了保护自己和警惕欺骗的防线 中年女人也不例外 她们不轻易表入感情 并非因为冷漠无情 而是出于谨慎和难以信任他人 经历过世事沧桑使得她们深知 在这世间最脆弱 最受考验的就是人心 因此在没有足够特别和值得依赖的男子面前 她们不会轻易敞开心扉 因此想要打动中年女人的第一步是让她们感受到 你的可靠和值得信赖 中年女人个性坚强固执 除非真的走投无路 走则宁愿自己苦撑也不愿找任何人帮助 然而实际上她们比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更希望男人给予爱与依靠 因此以展现你的男友力为切入点 在中年女人眼前展现你有足够可靠的一面 并让她相信你能给予她足够安全感 一旦体验到这种安全感 她将迅速上瘾 并对你念念不忘 第二招是大胆表达对她的喜欢 并尊重她所做出的选择保持距离 爱情需要明确明分 在没有明分的爱情里 很难获得对方心照不宣或认可 因此不要选择将对中年女人的爱意藏在心底 相反 请勇敢告诉她 让她了解你内心深处真挚情感 当然定飞立刻就能让中年女人对你产生好感 甚至可能会增加对你警惕防备的心理 以为你与其有某种企图的唯一原因才会向她表白 在表达爱意之后 你接下来的目标不是要求中年女人给出明确答案 而是从她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问题 告诉她你袒露心计并不是要求她同样回应你 而只是释放自己单方面的暗恋情怀 换言之她只需了解你对她的感受 并不需要做出选择 更不需将这份爱意视为压力 这种退让方式能缓解中年女人对你保持警惕之心 在你坦诚相告后 通过引导与时间推移 她会越来越思念着你 中年女人通常厌恶被强迫 当你恕求于她时 她可能会觉得你别有用心 然而入散过来 则传达给她的印象 就截然不同认为与众不同且真挚地喜欢着她 因此在时机成熟时表达自己会令中年女人无法忘怀 并增加在其内心留下重要位置的几率 古人云清净圣者将自己红润 清净恶者将自己染黑 一个人的思想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因此向中年女性的朋友表达对她的思念 不仅可以通过她们作为传话筒免费传递信息 还会进一步增强中年女人对你的认可 毕竟如果你没有真正喜欢她 谁又会特意从远方去了解她 并以这种方式与她建立联系呢 且在过程中也接近了考验你之时 当你真诚而努力时 她便会认为是因为对她爱的深沉以至于如此 因此在努力打动中年女性同时 也不要忽视与其朋友们的关系 这一层关系将帮助你更快地走进中年女性内心深处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若想成就中年女性疯狂思念你 记住要常常表达对她的思念 无需直接说 我想念你 百个关返倒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中年女人对爱情要求并不复杂 只需足够爱她们 而她没有觉得你是个合适的人选 然而请记住 对于那些渴望拥有某种东西的人来说 或份公开展示野心并不可取 感情的发展需要时间和耐心 如果你想进入中年女性的内心世界 让她对你牵肠挂肚 就需要按照她期待的方式前进 在此之前 请时刻准备好以令她感到舒适和无法自拔的方式 当一个男人对你充满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时候 她也会情不自禁地释放出某些信号 比如粘人 主动热情 肉痛热情 付出为你做很多事情等等 总之这举动不再是被迫和另有目的 而是心甘情愿 男人很少为儿女情长所困 他们更愿意短暂情动后的自由和个性 那么他们的入股心疼和珍惜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通常来说 一个男人离不开你 主要还是他的主观行为 而不是你的刻意诉求 这种心意释放决裂充满着他的周全和付出 比如两人之间意见不同意时 他会退让和迁就你 即使你的主意并不合适 他也会尊重你的态度 两人对未来的目标不一句时 他会改变自己 迎合着你的喜好 不止宠爱 还有陪伴 当一个男人处底离不开你时 他会忍不住为你付出很多 一旦看不到你的珍惜和懂得 就会在语言中提示你 比如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总觉得你很傻 又总觉得你很笨 既照顾又批评 有点无奈 一般来说 年轻女人在感情里 追求更多的就是自己的精神生活 因为在这个时候 年轻女人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事情 特别是对感情 更多的是抱有幻想色彩 所以相处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困难 相应的一个中年女人 她对感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再加上常年处于社会中 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 这个时候中年女人想要什么 自己的内心非常的明白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男人 更喜欢年轻的女人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年轻的女人简单容易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年轻的女人就如同一张干净的白纸 只要描写取决于书写这个人的心境 而中年女人就像一张被写满字画的纸张 这个时候光庭心境 是无法将这张纸书写得更加完美 因此想征服中年女人 男人要掌握这些技巧 通过这些技巧 男人可以使得两个人之间 过得更加和谐美满 永远也不要对女人发脾气 生活中有10%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但是剩下的90%是可以由我们控制的 控制自己能控制的 学那自己不能掌控的 这才是爱情长期还有婚姻保鲜的真正秘诀 这里有一套心态法则送给你 第一个原则 识别自己当前的情绪 认可并接受自己当前的情绪和心态 因为接受才能去面对 然后去处理情绪 第二个原则 不要把控制自己心情的权利交给对方 你要明白的是进入婚姻后 理想化的退去 会放大你们之间的缺点 而且随着一起生活的时间变长 生活愈加亲密 你们之间会产生许多冲突 慢慢地变得现实 开始在婚姻里计算付出和回报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你自己慢慢都在这个家庭环境中 无法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说话办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说这些为了让你明白 很多时候怨气地产生 怨气地产生 不是来源于对方做得不够好 而是由你自己认知固化导致的 多表达一点欲望 少表达一点亲密 女性和男性的情感需求不同 以人最储望关爱 理解尊重 忠诚体贴和安慰 要维护一段稳定 和谐充分沟通的关系 就要在亲密和欲望之间做好度量 亲密和欲望是婚姻关系中 必不可少的伙伴 我们男性在追求亲密时 经常会忘记让欲望来辅助我们 在婚姻关系中 在关系冷静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多表达一点欲望 其次多说情话 在热恋期几乎每隔几天就会说 而步入婚姻之后 却很少再说了 一方面是羞于表达 婚后少了热恋期的荷尔蒙 觉得大男子主义说不出口 另一方面是 身体健康状况或者感情交流不顺的原因 人应该学会倾听 不要因为女人抱怨的内容而沮丧愤怒 这对于她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尊重 很多方面都要比她强很多 能给她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和指点 能给她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和指点 她自然就会凡事征求你的建议 以信任与依赖的态度对待你 对你心爱的中年女人保持真诚 时刻注意着 做事的角度和思维会开阔 慢慢地你对她拿出真诚 哪怕是结婚后 已经对对方的家庭状况之根之底 这时候更要保持真诚 也许热恋期的你会把手机毫无顾忌地给对方看 但婚姻后也许你会忘了 因此想征服一个中年女人 男人还是要在很多方面比女人更强 能在女人需要自己的时候 帮助她解决很多困难 要想征服一个女人 让她能始终留在你的身边 男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除了用心还要从实际出发 只有付出了真心 才能得到爱的回报 总之不管是什么样的征服 男人需要在物质方面强过女人 同时在感情方面 也能让女人感受男人的爱 为什么有人说所谓的真心一文不值 那就是因为在感情里 她感受到男人对她的爱了 但是没有感受到男人真正的付出 所以慢慢地才会有女人 不再像从前那样 傻乎乎的什么都相信男人 什么都愿意给予男人 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也就是有了这样的想法 迫使两个人的心越走越远 都说中年男人成熟稳重 给人一种稳重踏实的安全感 他们不像年轻男人那般不懂女人心 只喜欢轰轰烈烈的谈情说爱 不喜欢稳定的平凡爱情 在爱情中只想女人照顾她 一到需要她付出时 就不见踪 而中年男人 过得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生活 也能偶尔给女人准备一些风花雪月的浪漫 她明白自己治愈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在感情中她们会花心思 花精力去照顾另一半 而不是光享受 所以现在不少女人都喜欢中年男人 想要自己每回的付出 都有人来回应 也想要自己操劳奔波的心 有人给予一处避风避难的港湾 但是中年男人也不是那么好聊的 因为中年男人要么事业有成 在生活方方面面都不需要他人照顾 也不想照顾他人 要么就是已经经历过不少恋爱 对于感情并不再抱有高度期待 所以他们显得十分难追 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中年男人 要把他撩到手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掌握了技巧 他就会乖乖爱上你 一个人的长相会逐渐失去吸引力 但是内在的品质 却如同美酒一般 欲酒弥香 当引以为傲的颜值 没有了知情的光彩 作为女人呢 如何守住个人的魅力呢 心理学上认为 当一个女人 到了人生的中年后 学会接纳自己 才能抓住魅力的核心 中年女人 最大的魅力 是接纳自己四个字 只有接纳自己 大家才能在方方面面 尽情展示个人的魅力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而这样的中年女人 方能活出一份洒脱和精彩 接纳容貌 活出自我 雕塑家罗丹说 美是主观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 这句话告诉我们 美并非客观的标准 而是每个人内心的主观感受 作为中年女人 应该欣赏自己 无论是岁月的痕迹 还是自然的形态 都是构成大家独特魅力的元素 举个例子来说 王女士到了中年后 她曾经经为 自己的皱纹和身材变化 而感到焦虑 后来她接纳了自己的外貌 王女士注重内在的提升 爱上了读书和旅行 随着认知的提升 以及修养的提高 她的举手投足间 都洋溢着一种成熟的美感 接纳情绪 从容面对 作为中年女人 大家内心深处 会有爱意 也会有喜悦和悲伤 可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 我们不敢去执念 只能将情绪和情感隐藏起来 结果反而会让自己负重太多 做聪明的中年女人 需要做到真正的接纳自己 大家要意识到 情绪情感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我们应该去接纳它 如果你感觉到生活中有压力了 那么别刻意逃避 而是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和解决 如若你内心深处 有想发泄的情绪 也别藏着掩着 该倾诉的时候 就找个人说出来 该数落的时候 就将这股情绪发泄出去 只有情感得到宣泄和释放了 大家才能找到轻松愉悦的自己 接纳过往 变得成熟 我们是环境的产物 成长的过程中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过往 时光荏苒中 有些过去会逐渐被遗忘 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 依旧会让大家耿耿于怀 如果一旦过往 影响了你眼前的幸福度 那么大家不要回避 也要学会接纳 无论是失败 还是经受过的苦难 既然都变成了过往 我们不应该为此而烦恼 而是要吸取教训 接下来做更好的自己 过去的一切 都不够是我们 成长过程中的垫脚石 接纳过往的收量 胆恩过去 胆恩过去 这些都将会 成就更加精彩的你 俗话说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缺陷 但这正是 但这正是 我们成为独特个体的原因 即便女人 到了人生的中年 大家依旧会有不足 也会有自己的弱点 真正有智慧的女人 不会因为缺点 而驻足不前 或者失去成长的信心 接纳自身的不足 是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步 正是缺点 大家才能去改变和提升 争取进一步的突破 中年女人 才能在余生中 在余生中 归好自己的生活 今天才能去取进一步 我们下期再见